男人用油纸包裹住手枪 悄悄把他藏进厕所的水箱里 本以为这样就能躲过鬼子的搜查 可不料他刚走出厕所 却正巧遇见了汉奸刘棠 而对方也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 并且凭借多年的反侦查意识 很快就找到了水箱中的手枪 随后刘棠便将此事告诉自己的上枪 我现在继续把他们抓起来 谢谢你 想放过一枪 把枪还放过去 就是这样 而不知身份暴露的长青二人 也淡定自若地来到了房间 因为今天是朋友田丹的订婚宴 他们想借此机会除掉大汉奸王秦涵 而田丹也想杀了盈祖为副暴露 随着宴席的巧然开始 方嫂便以上厕所为由趁机离开 可等他找到水箱里的手枪时 却发现弹夹里面没有子弹 好在包里还藏了一个备用弹夹 而这时房间内的田丹 也准备用面前的刀叉对盈祖下手 可不料却被对方一眼试过 大家求社区 万一田丹手指也发起来 很危险 一旁的刘堂听闻 便快速将桌上的刀叉收了死 但田丹却并没有因此放弃刺杀 他死死望着手中的酒杯 心中顿时有了新的办法 然而一切都在盈祖的掌握之中 他躲过了田丹的所有进攻 随后一把将棋摔到了边上 刘堂立马冲上前给了他一巴掌 而见此情景的长青也没闲着 直接一拳将刘堂锤翻在地 就在屋内乱成一片之际 拿到手枪的方嫂及时赶过来 由于子弹上的太急 导致出现了卡壳的情况 不甘心的方嫂继续扣动扳机 可子弹却依旧没有出逃 而这时的盈祖也掏出了手枪 身中树枪的方嫂静止倒在了地上 临死前还不忘让长青再试试开枪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长青也便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 二处方长青 奉命处决汉奸王群帅 势丹力博的长青还是没能完成任务 最后和方嫂双双领了和饭 而见此情景的田丹也彻底崩溃 但盈祖却并不打算直接杀掉他 而是想威胁徐天说出我党的人员名单 可盈祖做梦都不会想到 徐天早在自首之前就安排好了退路 他让好兄弟铁灵带着定时炸弹 一点钟准时丢进王秦翰的家里 王秦翰彻底被吓破了 而徐天也趁势提出放田丹离开 否则下一次的爆炸会更加要命 下一次 十分钟 十分钟 让他被别人找 我死在那般来 盈祖不相信徐天还有招数 于是便让王秦翰回家等消息 而来到外面的王秦翰已然是惊弓之鸟 看见什么都觉得非常危险 王先生 我们宪兵司令部很安全 刚被毁了 王先生 我们的车很安全 王秦翰看着被炸毁的汽车 在庆幸自己躲过一劫的同时 也要求盈祖立刻把田丹放回去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盈祖也只能选择妥协 而外面的铁灵也抵达了县宫队 随后铁灵便在着田丹港往家里 可这一幕却被不远处的金海看在眼 由于徐天彻底断了他的财路 金海势必要让他付出一样的代价 对 灯品 咱们 邮 工